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 《卫林公篇》第21章 子曰 君子金而不争,群而不党 夫子说 君子庄重而不与人争执 与人相处和群而不结党 金而不争,群而不党 金有多重的意思 交金是金,金子是金 而在这个地方 不是交金的金 也不是金子的金 而是庄重,金庄之一 庄重,庄重者以道为庄敬而厚重也 道能够任其生长 而不必与之竞争也 也就是君子能够庄重 能够一心向道 就不会与人争执 因为他清楚的是要人格的自我完善 自我生长 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竞争 而不是跟别人竞争 在生长过程中 就会自然而然长成了 一旦长成 这有什么好征呢 应该是共生共长 共存共荣 群而不党 群是就公共来说 所以公共有公共性 有普遍性 这叫群 党 这就偏师 更有所偏师 能公共而普遍 就会讲公共的正义 如果偏而有所思 偏师必然 偏腻自己 就会讲私情恩义了 而君子之所重 就是能够重视到公共性 普遍性 理想性 总体性 根源性 如果党 一旦偏师了 偏师 那就会变成偏党 偏党 就会越流越远了 越偏越师了 这不行的 儒家所说的道德 当然是在公共领域说的 我常说公共道德 公共论 个人业力 个人了 而道 德 道是公体 就是公共之总体 德是德行 落在公体下的德行 这才叫做道德 道为根源 德为本性 如其根源 顺其本性 思为道德 道是就公体 之为道 德是就具体 落实 之为德 如此公体下的德行 这叫道德 现在有一些学者 以为 如学所论 只是在私领域 而不基于公领域 这个说法 是错误的 夫子 讲 夫子学生 曾子说 为人谋 而不忠乎 这个忠 很重要的 论语里面 还有言忠信 信赌尽 虽满末 之邦行义 言不忠信 信不赌尽 虽周离行乎斋 可见 忠信 这是公领域 道德 一定在公领域上说的 实领域 只能够说 是个人私下的行为 他不基于公领域 无所谓道德 这是个人的脾性 以及其他种种问题 但是他一旦涉及到他人 那就有公领域 公领域也有大 也有小 足成了 开放出去 越来越大了 儒家所纵的道德 当然是在公领域说的 居然 被误认为 儒家所说的 只是私领域 我认为 这样的一个认定 他所呈现的 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为何呢 这样的汉学家 为什么会这样理解呢 这些所谓文明国际的汉学家 也做如此之论 那我们更要去想一想 所谓国际的汉学 怎么一回事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民国以来 彻底的反传统主义 并没有好好去了解 自己的传统是什么 而反而是在西方的 带头之下 来误解了自己 戴着有色的眼镜 甚至戴着墨镜 一墨皆黑 中国传统文化 说成是丑陋了 说成完全是黑暗的 这根本是一种 严重的误导 那么你看以这一章来说 讲君子非常庄重 一心向道 而不与人争执 说他与人和睦相处 能够一想就想到 普遍性理想性 而不会偏思 不会偏袒 你看这是何等光明的 所以君子之学 其实还是有助于 整个现代性的民主宪政 现代性的公民社会的 要好好去理解 从君子过渡到公民 这基本上是一个连续题 而且它是彼此相遇 和和和和谐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